王國興議員 今天要和我們討論的問題是有關治療睡眠問題的一些新的進展 我們大家歡迎 多謝張教授教授 首先要多謝熊生博士基金會 徐先生、胡教授的邀請 今天用很簡短的時間 希望可以講講現在最新的關於睡眠醫學的發展 睡眠醫學基本上是一個新的醫學 他是一個跨科醫學 人都要睡覺的 但是真正發覺原來睡覺的時候出現很多問題 在過去這三十年的時間 所以很多東西基本上是一路一路有很多新的發展 也都見到他是跨科 所以差不多很多研究 是一定要和不同方法一起合作 所以有霍教授、學教授、老人科、秘導科 甚至乎有很多合作機會 今天我要講的 基本上嘗試去遮蓋很多東西 但是看看時間能不能容不容許 否則我們會簡單講一些比較重點的東西 首先會介紹什麼是睡覺 睡覺 人都知道要睡覺 人都懂得睡覺 但是大家不知道什麼是睡覺 睡覺基本上有兩個模特兒 一個模特兒叫2 process model S就是睡覺 睡眠的需要 第二是C就是circadian 性交是和我們之前睡多少 和我們的生理時鐘有關係 生理時鐘其實這個時辰 其實是取傳統中國智慧都認識很久 生有時死有命 就是說其實幾時死呢 幾時去生呢 可能和你的時辰有關係 特別譬如說 下午的時候大家聽聽書睡著 不關我講得差的事 是你的生理時鐘問題 所以呢 下次記住 原來發覺不僅與睡覺有關係 生理時鐘其實與現在發覺 是與Circadian rhythm 與每一樣東西有關係 剛才與Cancer 因為每個腦裏面都有一個Cock gene 很多Cock gene, Pure gene Criplical gene 是慢慢都與那個腦裏面的cycle有關係 所以這個Circadian rhythm 生理時鐘 基本上現在是跨很多科 去研究這個新的課題 那睡眠的Cock gene 譬如說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說好像 你為什麼會遲睡覺 為什麼做貓頭鷹 有些呢 我們叫做早睡 早起 早到五點鐘要睡覺 現在要睡著 要上床睡覺了 Advanced phase 就是最常見的Jerk leg 你生理時鐘 與你外面的時間不吻合 Cancer 情緒病 基本上現在特別是Bipolar 情緒症狂激鬱 與Circadian rhythm很有關係 所以 基本上 Circadian Cock gene 或者Circadian rhythm 與我們身體內 每一個環節都緊緊相構 睡眠裡面 最常見一個問題就是失眠 什麼叫失眠呢 人人人都會失眠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叫持續性的失眠 為止一個問題 間中失眠是一個 norm 基本上你可以說 有四種類型 一種就是 難睡著 中段醒 早醒 以及睡極都不夠 睡極都好像沒有睡過 很多時候呢 就用個 criteria 每個 criteria不同 通常我們都用個 frequency 就是一個星期三次或以上 多一個月 而令到你呢 有些人會說 我睡不緊要 日後沒事的 通常我們都要有 dysfunction 我們才叫一個 problem 幾個 common呢 八個有一個 在香港的調查 我們早年的調查 如果你覺得自己經常失眠 就差不多六個有一個 也都是女性居多的 我們做的 maternitis 在法國就是多一點四度 Vis ratio 就是多四成左右的機會 為什麼會女性多呢 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她多一些情緒病 第二個就是可能女性 會多一些注意自己的身體問題 第三就是 是不是女性 特別是家人主婦 多一些 stress 很多人誤會 有東西做 多一些 stress 其實沒有東西做 可能更多 stress 那 house wife 沒有東西做 但其實最 biological 可能最多人研究的 就是 steeroid problem 就是 女性和睡覺的關係 似乎是很有 相關的關係 是 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 剛才說了 10% 12% 如果你在 primary care 五個一個有失眠 不過很多失眠的病人 不會告訴你 如果去到我們的診所 就差不多 一半兩個一個 如果是經常性 可能 三個 或者兩個半 就是一個 其他科 亦都是 失眠的問題 特別和 pain 有個關係 我們發覺睡覺 失眠和 pain 是死亡相關 是媽生姊妹 所以你看到 失眠 這個concept 以往 失眠就是精神病 不是 現在的失眠 是一個睡眠問題 我們叫做 comorbid problem 是轉了那個concept 就是說 他 情緒病 是一半 但其他原因 痛症 喝酒 其他藥物 或者他本身 和身體的問題 有關係 是有其他一半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concept很重要 就是說 你不只是治療情緒病 你要治療失眠問題 你不只是 主要的痛症問題 主要的睡覺問題 所以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paradise shift 我們轉了一個範疇的看法 另一個方面 就是 原來失眠 其實是 遺傳有一個家族性 我們研究 發覺 是很strong family aggregation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是 和學科教授 和兒科一起合作 做一個大型的補查研究 研究 研究就是 發覺 如果小朋友 有失眠 OK 父母有失眠 小朋友的失眠 是高很多倍的 反過來也是 還有 是dose response 就是說 如果是一次的話 不要緊要 如果是三次的話 你的dose是高很多的 為什麼要治療失眠呢 失眠的原因 是什麼呢 我剛才說 但是為什麼要失眠 就是因為它跟其他病一樣 它會令到你有多些mobility and mortality 就是說令到你呢 不僅止 是個人做事沒有精神 甚至乎增加了將來機會患情緒病 甚至乎多些意外率和減低工作效率 所以這個是一個病 是一個病需要研究 甚至乎現在最近的研究 跟hypertension很有關係 我們嘗試說一下裡面 為什麼要失眠呢 失眠呢 剛才說過了 間中的失眠 是一個acute insomnia 可能是一個正常 不過呢 如果 通常就是有些 我們那個思想上 裡面 它是令到維持了 一個短暫的失眠 變成一個長期的失眠 或者本身有其他原因 那特別是什麼原因呢 現在集中去研究的原因 就是hyperousal 即是有一部分的人呢 或者他們本身的性格 或者是遺傳因素 令到他們容易 很容易過濾擔心 在physosico 叫做hyperousal 即是很容易 小小東西都容易擔心 那很多時候呢 這個容易擔心 是一個遺傳的marker 那這樣東西 令到他們更加 將睡覺 再加上睡眠習慣改變 令到他們容易 是維持了那個 叫慢性失眠的問題 而慢性失眠 亦都容易 跟情緒病 是互相緊扣 互相影響 所以怎樣去處理呢 第一 亦都不外乎最重要的 病史病歷 以及民政 以及一個檢查 所以好的history taking 無論你是 身體的 情緒的 睡眠的 都需要注意 特別是drug history 都需要注意 酒精 其實有時候 幫我們睡覺 但酒精本身 令到半夜會醒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需要注意 drug history 另外就是當然 它的環境因素 它睡無定時 起無定時 pulosep hygiene 是其中一因素 令到很多失眠的人 更加失眠 另外環境因素 亦都是很吵 或者很冬 另外 又先講過 一些情緒問題 身體問題 現在失眠的治療 基本上 是將藥物治療 加上非藥性治療 混合了 非藥性治療 我會講少許 主要就是先講藥物 藥物大家也知道 我不想不講太多 就是hypnoptic 即是安眠藥治療 不過 很多時候 問題就是發覺 失眠 很多時候是慢性的 就是說 他們很多時候 一有的時候 通常是以年數計 但是現在我們推薦 hypnoptic 安眠藥 是在講幾個星期 經常怕它上癮 所以現在 在美國 或者在睡眠的研究 就是開始 研究一些長期的 安眠藥的情況 在香港 我知道 香港和澳門 都還沒有這些藥 但是這個是 嘗試長期 去 改變用藥的方法 但是現在的藥 都是一個短暫的藥 主要來講就是 Z藥 Emmoran Sorbiderm 或者一些 short-acting Benzodiacepin 其他off-label 用途 很多時候 在 primary care 時常用 Antisamine 或者 Satate Antidepressant 它本身各自有自己的問題 新的安眠藥 剛才提到的 Vermotin 未來可能會有的 Egamelitin 就是 Meternin receptor 加 F2C Gelotrin receptor 另外 就是再新的 Investigation Hypocryptine 這幾年 很多很多失眠研究 因為 法國失眠的問題 很普遍 說著 臨床上怎麼處理呢 臨床 基本上 患者 經常覺得 一開始擔心 明天古時 不知幾點 但慢慢就是擔心失眠 越失眠 今晚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明天要上班 怎麼辦呢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Cognition 這個認知的問題 越擔心越失眠 不如不要 遲點睡 越遲醒 睡眠壞習慣 死了 整天 痴窗 越痴窗 越心碎不靈 越睡不著 所以 基本上 就是要打破了 惡性循環 另一件事 就是 它很多 我們叫認知 覺得一定要睡幾多 有很多去謬誤的理解 所以很多認知治療 基本上都是針對這兩件事 所以 叫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基本上 就是 希望用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去加藥 去幫忙處理慢性失眠 這是Charles Mori 的研究 似乎 如果只用藥 短暫性很有用 但長遠 要用一個認知治療 好了 很快 又說另一個問題 不夠睡 睡幾多才夠 剛才說質的問題 現在說量的問題 現代人 大家都希望 將時間濃縮 將時間 睡覺時濃縮 將時間 我們多用時間 來講書 我應該睡覺 回家 我們 我們 相比二十年前 睡了兩小時 這個是 global problem 好處 不好處 如果從身體 社會裏面 可能多些 productivity 但原來有代價 那代價是什麼 代價就是 太少 死亡率很高 我們 U-shape 太多 太少 都會有問題 特別是 少了七個小時 多了八個小時 少了六個小時 香港是怎樣 香港的資料 香港的資料 發覺很有趣 有兩樣東西 第一 星期六 一至五睡得很少 小朋友五歲 記住 睡了九個小時 如果到十二歲 睡了九個小時 星期日 嘗試去補面 補面 可以嗎 第一件事 月睡得少 有代價是什麼 就是越肥 月睡得少 是越肥半 這個跟 我們應該會講 少少 跟荷爾蒙面法有關 但發覺 如果補面 可以嗎 星期日補面 這就是 星期日 每天 都睡了八個小時 它那個 obesity 是最高的 如果補一點 是有機會 減低了這個 effect 為何會睡得少 是會肥半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 很多荷爾蒙面 減低了 受激素 增加了 所以吃多點東西 所以為何會 比如當值的時候 為何癌痰癌會痛餓 原因就是很多荷爾蒙會改變 現在說的是 跟糖尿病 跟肥半 跟高血壓 很多有關係 所以 睡覺是需要 原來是有代價的 大家睡覺不僅僅是因為 生理時終要睡覺 而且你本身要適當的時間 所以要有優勢 另外一些就是 比較少人有的問題 Rare Disorder 但這是很重要的 喝醉症 以往經常都說 一整天睡覺 就等於喝醉 而不是 最多的原因是 就是不夠睡覺 第二個就是睡眠窒息 這個其實是Rare Disorder 很稀有的 不過它的重要性 就是因為它能夠知道 為何我們要控制睡眠 機制在哪裏 主要來說有兩大症狀 日頭用而睡 第二有一個叫 Catopexy Symptom 這個小朋友 一笑 他手腳不要動 很多人不肯以為是 Epilepsy 以為是陽間症 其實不是 他是清醒 但動不了手腳 即是說 即是摔倒 突然間手腳動不了 但那個人清醒 是笑的時候 為何會有這個症狀呢 沒有人知道 很普遍 香港大概有0.034 一萬人生三個 二千多個Case 但本身是一個萬性的病 一個遺傳的病 第二 是Double Peek 第三 它跟很多 腦和精神病 一件事 它有Winter birth problem 即是跟環境有關係 環境和genetic interaction 跟Puberty有關係 跟Stress Alive Event有關係 而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在喝醉酒裡 發覺它有一個Hypercryptine 有一個Peptide少了 因為Peptide很重要 就是令到我們睡眠穩定了 是醒了還是睡了 沒有了它 所以睡到暖了大腦 所以很多的問題 主理最重要的是 第一 Diagnosis 第二 Sip Hygiene 第三 它是一種病 我會叫它多睡五睡 記住 我小心 失眠的人 叫它盡量不要睡五睡 但是 喝醉症的病 反過來 叫它多睡五睡 它爭取時間 控制它自己睡覺的時間 另外就是用藥 另外 這種藥 是可以合法 去用一些違禁藥 就是安非他命類 在香港 安非他命類太毒了 我們通常用Mirvanidae 或者Modemfil 好 又講講其他有趣的問題 通常看片是最過癮的 我們看看Sleep Walking 小朋友 睡到床之後 過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會突然起床 他試過 他去了衣櫃 以為是廁所 試過開了門 有幾個小朋友開了窗 有幾個小朋友 拿著烤斗 以為在聊電話 你叫幾個叫不醒 這個是Sleep Walking 為什麽呢 就是通常在熟睡期 Stage 4 突然有個醒 但醒不完 所以第二天 他問他 他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麽事 Sleep Walking 大多數是一個Benight Problem 不過100%都會有Injury 第二 如果經常有Sleep Walking的話 你需要注意兩樣事情 第一 看小朋友看有沒有Sleep Ably 第二 有沒有睡毛定時 第三就是Stress 如果是Auto Onset的話 更少 更加需要 看看是否有一個情緒病 或者是用藥 特別剛才說的 一些新的Kanoptic 是會引起 Steelox 或者Supicum 都會有機會引起 Sleep Walking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做的研究 發覺 Sleep Walking 不僅是在Geral Population 在精神科的診所裡 都是多很多 或者我們叫睡食症 晚上半夜睡著的時間 起床吃東西 我試過半夜起床 是煮焦了一個鍋 第二天才知道 幸好沒有火燭 原因跟用藥 Sopridum 有關係 亦跟其他藥物有關係 Management HOME SAFETY 如果小朋友 Reassurance HOME SAFETY 但如果傾償性 需要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睡眠 情緒 身體問題 Auto一定要 Work up underline technology 通常的原因 都是有情緒病 或者用藥的問題 多數不用吃藥 Reassurance 但如果Recurrence 可能吃藥有幫助 通常就是用Carnassip 去幫忙 這個就是Sleep Walking 這個八十一歲 一個老人家十年 晚上會打老婆 跟老婆睡覺 會經常打老婆 打幾次 通常會吃點落床 很多夢法 我們看看它是甚麼情況 用CPAP 這個是CPAP 所以難怪打老婆 這個 最危險的一個是會捏頸 有一個 這個是武衝打虎 我們看看這個 他剛才那個是夢見自己 遊擊隊 他是八十歲 他那時候是幾年前 夢見自己遊擊隊的時候 是捉住日本軍 這個就是你見到了 他夢見 夢見 夢見甚麼呢 這個是 他趕著 他醒了之後告訴我們 他趕著 那些動物 那些生物 那些生物 但你見到呢 他像不像這個西巴牙兜牛 OK 所以最嚴重的 所以最嚴重的 我們發覺有 10%的人會骨折 因為會跌到床 有一個另一個 是跳水 砰 OK 他斷骨 最重要 除了令到他夜晚會 他當時是男性病的 0.5% 男性病的老人家 那為什麼男性病呢 原來發覺和本身的 Underlying 原因有關係 這個就是RAM RAMSIP裡面 RAM就是發夢期 發夢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首脚 本身應該是 癱瘓 癱瘓 轉暫性癱瘓 是繼續有 即是說 將夢境成真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發覺原來 腦幹出問題 所以這個 RAMSIP病毒 最重要 不單止 令到他有睡眠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令到他 他有一個標記 標記是什麼 就是發覺將來 接下來十年 你發覺他會有一個 柏金遜症 或者叫做 Lew Body Dementia 或者叫做 Synucleopathy Dementia 所以 它是一個 window 或者是marker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人 很有興趣去研究這個病 因為它是一個 Early Marker 會不會可以Early Intervention 避免了 這個 以後的 退化問題 或者老人之害的問題 那如果 治療方面 跟精神科有一個關係 精神科發覺 用情緒藥 亦都會增加這個關係 但是實際 跟本身 跟退化的關係 沒有人知道 我們在做這個研究 很多時候 他自己 是會用一些方法 綁住自己 很危險 你見到 治療 通常用藥 和Coacepam 通常九成都有幫助 很好治療的 這是一個 一個綠燒安定 很有用的 好 Restalistic Syndrome 這個 就是說 不靈腿 不靈腿裡面 晚上有時會見到 就是它的腳 會抽來抽它 短 就是會這樣 這個 所以 每一動一次 它就會 有個微覺醒 那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它主要原因 就是會令到人身體 第一會不舒服 晚上不靈腿 晚上特別 黃昏的時候 不靈腿 它會跟本身 跟兩個東西有關係 第一就是 可能跟 Ion deficiency 有關係 又跟 一些退化 骨疾有關係 也都是 跟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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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係 不夠刀包的關係 如果 我們 從小朋友來說 我們發覺 跟hypertension 有關係 剛剛這個 快要發表 所以 臨床 如果是小朋友 我們懷疑有 不靈腿 大人 都會抽出 Ion deficiency 藥物方面 一是 Doplamine agonist 或者 Kanazepam 我猜 睡眠實識 主要 提出幾個特點 但是 小朋友的睡眠實識 跟大人不同 小朋友多數是 行為上的問題 第一 第二 一個治療不同 治療的小朋友 第一是去見 A&T surgeon 但大人 第一是用 CPAP 小朋友的情況 就是發覺很多 身體 睡覺的問題 教授和博教授 都做了很多研究 就是關於他們 對身體 血壓 成長 或者認知影響 這個我不詳細說了 或者你有興趣 你可以問問題 那就 許教授 另外就是做一個大人的OSAS 發覺在一個 Bus driver裡面 就發覺很普遍 是有個OSAS的問題 令到他們 很多時候會容易 敲眼睡 開車有意外 而且他們用CPAP 都能夠接受的機會 比較低一些 一般的成人的OSAS的處理 就是減磅 不要喝酒 減少酒 還有側身份 多些 用CPAP是一個 第一線 不行的時候是 surgery 或者用牙膠 如果是central 的話 通常就要給一些 我們叫做藥 Restrate Stimuline 給他 我很匆匆地介紹 所有關於睡眠 大約一個 關於睡眠 一些新的問題 多謝各位的attention 多謝 好多謝榮教授的 很精彩的一個演講 我想有個時間關係 我們問一個問題 好嗎 看看哪位 好多謝 好多謝榮教授的精彩演講 我想問一個 剛才你說的 Stinuline 吃完這個藥之後 會引起 剛才說的 睡食精 睡食精 半夜會起床吃東西 不同的是吃宵夜 或是夜宵 夜宵是清醒吃的 夜宵 那個叫做 Loturnal eating 睡食是 sip without eating 就是半夜起床吃的時候 你自己不知道 發覺很多時候 未清楚這個原因 發覺有大約三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可能是一個 我們叫做睡眠的問題 第二個跟eating disorder 本身吃東西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 跟藥物有關係 藥物特別是一些新的藥 我們發覺 如果 compare imovine 跟Sorbiderm 似乎是Sorbiderm的機會高很多 兩者都會引起 叫做睡眠 睡眠 但是本身特別 引起夜食症 睡食症 就是Stylnox 就是Sorbiderm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們正在研究 就是可能跟Gaba 它們的Sorbiderm 跟eating有關係 在動物裡面 那時候 那些動物不吃東西 你給一些 Gaba related的藥 給它吃 給Valium 在人裡面 這是一個小研究的方向 臨床上你怎麼做呢 通常我們發覺 如果有夜食症的情況 第一 很多時候會忽略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很多時候 是家人知道 第一 要提高警覺 的產斷 大約是七個經常吃Stylnox的人 會有一個有 就不是各個有 為什麼會有呢 很多時候去吃Stylnox 加上其他藥 特別加上其他 可能其他的情緒藥 或者一些Antistamine 就更加容易 所以第一件事 看看他用藥的方法 要減少一些 就是Combination的藥 第二 如果嘗試發覺夜食症 睡眠症的時候 你就幫他停止Stylnox 那間中呢 我會加上Combination 給他 開頭的事 通常都會幫到他睡覺 以及幫到減少夜食症 謝謝 謝謝 好 好 再次鼓掌 多謝 謝謝 謝謝教授 多謝兩位講者 也都多謝張旭明教授 為我們擔任主持 謝謝 謝謝